民宅全面陷入火海 熊熊火光不斷串出 伴随着爆炸声响 因为深夜这场大火 吞掉民众住了一辈子的家 事发一个多月 屋内人呈现一片焦黑 被烧毁家具 早就由环保局协助清理 想说给他 这个盖起来 想说不会楼下滴水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 也好过年一下 不要说这样 回来也没地方住 只是家被烧掉 碍于现行的建筑法规 没有建筑执照 就算有心要重建 也会被当成违建立即拆除 再加上经济问题 住户们一个头两个大 发生事情到现在 说实在这一个多月来 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觉 我就是很累 我弟之前 也是都为了这个事情都没去工作 经过高温延烧之后 这边一楼跟二楼都有水泥延烧 那以及碎裂均裂的一个明显的情况 那我们旧集之外 您可以看得到 就我刚刚说明的内部均裂的问题 这个里面已经 里面已经半步碎裂 那以及面临漏水跟镂空问题 基隆中正区和平岛一处民宅 上个月八号深夜一场大火 烧掉四间民宅 共有十多人 一夕无家可归 有的人使用补贴在附近租房子 有人则是暂住亲友家 不晓得说我们过年到底要怎么过呢 眼看在一个多月 过年就快到了 受灾户如今连个家都没有 市议员张浩瀚出手协助 社团法人中华娱乐奉天公 天上圣母慈善功德会 捐赠五万元善款 希望能够帮助受灾户 在今年的11月中旬 在和平岛发生一起火灾 造成四户的一个民宅 禁忌到全回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这边地方早期比较特殊 这些建筑物 其实它没有领友建造 或相关的一个使用执照 所以它一旦在进行 所谓的修缮的时候 它就会被市府判定为 一个时空中的一个违建 那在时空中违建通报完了之后 就会被市府要求立即的一个拆除 那我想这一边的一个居民 大部分都是社会上 比较辛苦的一个边缘户 那他们其实在修缮的上面 就已经要负担非常大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支出 所以说对 那如果今天修缮完毕之后 又被报成违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 根本没有能力去负担 那但是市府是希望说建议他们来做一个重建 但是这个地方地处偏远 相关的建筑成本 其实跟其他区域来表的话 其实相对的一个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住户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 其实非常的一个辛苦 张浩瀚艺座结合我们慈善工等会等三家公庙 联合在这个过你快要到的时候啊 来赶快在和平岛灾后的这个重建 他在多方奔走之下 我们赶快去竞速募款完成 1月18号之后就陆续一直有在追踪这几户 实际的状况 那包含像是灾后救助金 还有警难救助都有协助 五户 因为也清楚他们的状况实在是不简单 那也到了冬季的时间 所以实际上是的确需要社会资源的协助 那也协助他们申请了灾后救助金 跟警难救助的部分 距离农历春节只剩下一个多月 市政府明代和爱新团体出钱出力 希望能够帮助受灾户 早早度过难关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